他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他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他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欧洲 奥里 克 Photo 价值六百万的豪宅付诀一举 四大党奎手轮辩论结束 视乘宍니다 民众认为哈伯表现最佳 英国前议员被他入境 正式起诉本国移民部长濫乱職权 印实权 受到日本大地震后海� Bennett 受影響移一度關閉的仙台機場 今天局部開放 歡迎收看4月13日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佳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安省OFIL市一間在這裡裝修 並設置職員工的豪華住宅 今早發生大火 這間豪宅加值約600萬家園 大火在凌晨5時50分左右發生 當時屋內沒有人 有目擊者指 火勢最猛烈的時候有15英尺高 預計這場大火導致的經濟損失 達到250萬家園 當地消防總長表示 火災發生前一天 裝修工人正在這裡安裝吊燈 初步判斷火災是屬於預外 今早早在多倫多市中心地區 接連發生遲到傷人案件 兩名男子受傷 警方目前正在這裡追捕疑犯 第一宗案件發生在凌晨3時45分左右 地點在Queen Street East 及Sherborn Street一帶 一名男子被刺傷背部 受傷嚴重 警方說 衝突起因於受害者和人發生爭執 警方在現場逮捕了 一名29歲的涉案男子 不夠兩個小時之後 在距離事發地點 僅僅一個街區的地方 發生另外一宗遲刀傷人案件 一名男子懷疑因為預劫被人刺傷 雖然傷勢較重 但預計是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目前正追捕本案的疑犯 WOW TV 趙穎恒報道 由Global電視台 委託民調公司 就昨天舉行的黨令辯論的調查顯示 4乘2的受訪者認為 保守黨領袖哈柏 在辯論中的表現最佳 而5乘5的受訪者則認為 新民主黨的黨魁林頓追據親和力 雖然受到審計總長封會開支報告的影響 反對黨領袖也一再追問這個問題 但是多數選民就似乎不是太在意 同時認為哈柏的表現最似一個總理 調查中發現 哈柏的實際表現比預期好 有3乘4的受訪者早前預期 哈柏會在辯論大會中獲得勝利 而在辯論之後 有些誠意的人都認為 他是今次辯論大會的贏家 與其辯論中 葉麗婷獲勝的比率為2乘3 辯論後 這個數字都沒有改變 次大黨魁中會在今晚進行發文辯論 由於附近水庫的水位上升 威脅到水壩 亞省Medicinehead市 今天向市民發出警告 圈語市民疏散 市府官員 正密切關注 留在Medicinehead市的 Seven Persons Creek的水位 並在昨晚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有20多戶高風險的住戶 已經接到疏散指令 同時 約650戶居民 接到自願撤離的警告 該市還租用了一間大宴會廳 作為緊急庇護中心 不過 目前多數居民都不願離開家園 仍然普觀望態度 留意事態發展 近幾個星期以來 亞省南部的多條河流水位 都已經上升到危險的水平 水位上漲主要是因為大量溶雪 省庫已經活款百多萬家園 用於防洪措施 一些危險的堤拔 加堆了15,000個沙包 有關官員今天警告 水位可能會在今晚上升60厘米 情況隨時可能會惡化 要做好充分準備 英國前議員George Galloway 因為在2009年被禁止入境本國 舉行巡迴演講 曾經威脅說要起訴加拿大移民部長 現在他已經採取了法律行動 在昨天發出的訴訟帳裏面 Galloway指控移民部長肯尼 和他的助手濫用職權 禁止他在2009年3月入境本國 Galloway還指責肯尼和他的助手 在英國的報中上詆毀他的名譽 為此索償150萬家園 Galloway公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原本計劃到加拿大之後 就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問題 遵循演講 不過就被肯利拒絕了他的入境申請 理由是Galloway 遺避本國視為恐怖組織的 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提供資金支持 但是Galloway的代表律師說 本國政府是以他威脅加國安全為理由 禁止他入境 這樣是對他的嚴重污衊 並導致他後來失去了英國的國會議員身份 之後聯邦法庭的一項財血認為 政府拒絕他入境帶有政治動機 Galloway最終在去年秋季獲准入境 並在多倫多向500多名聽眾發表演講 國際方面受到日本大地震影響 而一度要關閉的仙台機場 今日局部開放 目前機場已經開通了6輛臨時航班 據報導機場重新開放之後 由雨田機場出發的航班第一個到達 客機上因有日本加油的滋養 約120名乘客走下飛機的時候 機場工作人員首舉寫有感謝你 承搭本節航班的橫額 滿面笑容般迎接乘客 報道說機場大樓的維修工作還未完成 機場方面設置了臨時的到達大廳 由於目前機場仍然處於斷水斷電的狀況 仍然需要靠自備的發電機進行發電 而廁所等設施亦是臨時設置的 機場大樓徹底維修要等到9月之後 另外東京電力公司在今天舉行的記者 發布會上說福島第一核電站 4號機組內忽燃料棚的水溫 出現上升趨勢 已經到達90度 同時4號反應堆附近的放射量 也上升到84微西佛 該數值已經超過正常值的10萬倍 東京電力公司說冷卻始終水位 目前處於飽和狀態 燃料棚也沒有露出水面 出現水溫上升和核輻射量增加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部分燃料棚已經損毀 或者是壓力容器內物質的外洩 利比亞聯絡小組首次貝爾 今天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 與會各方將尋求透過政治途徑 解決利比亞當前危機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 英國外交大臣克格 同美國、德國、西班牙 以及阿拉伯國家的代表等 參加今日的閉門會議 潘基文在會上表示 他歡迎非盟高級別小組 在本州較早時候 對迪黎波利和班加西的訪問 以及其他尋求和平方式通過談判 解決危機的努力 他願意借此機會 再度強調立即停火 以及各方嚴格遵守安理會 第1973號決議的必要性 以便為真正的接觸與對話鋪平道路 在上月29日 在英國倫敦召開的利比亞問題 國際會議決定成立利比亞聯絡小組 以便授心對利比亞採取的國際行動 進行政治協調 並與利比亞各派建立起聯繫 埃及中東通信社今天報道指 因爲心臟病突發而入院的前總統 穆巴拉克 健康狀況不穩定 另外 穆巴拉克的兩個兒子 今天抵達開羅的一個監獄 因爲被懷疑和殺害示威者 以及腐敗醜聞有關 他們將會在那裏被拘留15天 因爲被指控武力鎮壓示威者 腐敗和濫用權力 穆巴拉克昨天下午 首次接受埃及檢察機關的質詢 在信問過程中 他突然心臟病發 隨後 在嚴密保安下 被緊急送往 沙姆沙爾赫國際醫院接受治療 沙姆沙爾赫國際醫院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 穆巴拉克的健康狀況並不穩定 穆巴拉克下個月 將年滿83歲 由於年事已高 近年健康狀況逐漸下降 去年3月 他曾經前往德國 接受膽囊撤除手術 另外 穆巴拉克的兩個兒子 阿拉雅和賈瑪爾 今天已經到達開羅的一間監獄 因爲被懷疑 和殺害示威者 以及腐敗醜聞有關 他們將會在那裏被拘留15天 西非國家在牙海岸 在前總統巴伯被捕之後 局勢仍然未穩定 在經濟首都阿比漾 巴伯的支持者繼續 同在大選中獲勝的前總理 雅塔拉陣營伯伯伯 在巴伯被捕之後 參與攻擊巴伯官底的 親雅塔拉武裝部隊 隨即高舉鄉軍慶祝 原本效忠巴伯的國防 和安全部隊總參謀長 和全國警察總長等 多名巴伯分寧高級將領 隨即向雅塔拉投降 據聯合國發言人舉事 巴伯及其家人 已經被轉送到 阿比漾以外的秘密地點 由聯合國駐當地 維和部隊看管 雖然巴伯在被捕之後 曾經在電視發表說 呼籲支持者停止戰鬥 但是在阿比漾 就繼續有巴伯的支持者 和效忠雅塔拉的部隊駁火 現在才有蛇鎮 在稍後中港台環節將會報道 香港立法會繼續審議財政預算案 11項修訂仍未辯論完畢 會議明天會繼續 民政事務局09年舉行的 冬鑰運動會 由整體成本到工程費用等 全部與預算出現重大差距 民政事務局09年舉行的